第603章 鹰家老祖 鹰家的两位屁海境强者 现在怒气冲天 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爆发出了全部气势 确实没什么顾忌了 整个鹰家都被抹平了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两人气得头发根根倒数 死 两人手中长剑之上 寒光冲天 灵力无匹 背后羽翼一阵 对着龙臣杀来 杀敌当指出一招 龙臣双目之中杀气弥漫 即使杀了那些人 依旧无法令他心中的愤怒消散 鹰无伤就是一个垃圾 一个人渣 这样的人都能够被天道护佑 龙臣恨不得将天地打穿 眼见两人飞来 龙臣背后神环之内的青龙须影一颤 一股庞大的力量 犹如潮水一般涌入龙臣的身体 在那一瞬间 龙臣的力量 彭腐火山一般喷发出来 身上的衣服如同蝴蝶一般爆碎 开天 龙臣一声低吓 体内的灵气 包裹住来自青龙须影的力量 瞬间贯穿了九刀翘穴 嗡 巨大的刀影 横柱切过了虚空 巨大的力量 使刀影变成了弯月 一道巨大的血色月牙斩出 令天地轰鸣作响 庞扶这个世界都被一刀劈成了两半 轰 那两个阴家的屁海镜强者 全力攻击 结果被那一刀斩成了积粉 漫天飞散开来 噗 龙臣忽然一口鲜血喷出 一脸的惊骇之色 他感觉自己的经络 竟然出现了细密的裂纹 差点崩碎了 你的肉身太弱了 无法承受青龙之力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力量 你都承受不起 那个声音在龙臣的脑海中响起 正是在关键时刻 教会龙臣使用青铜附体神迹的声音 他教给了龙臣一段口诀 让龙臣召唤出了青龙附体 实力暴涨 并且帮助龙臣固定了空间 让龙臣救下了父亲 并把他们送了出去 此时听到那个声音 让龙臣惊骇不已 他的身体在同阶之中 已经到了最强的地步 如果不是阴无伤 有天道和民意向护佑 龙臣一拳可以将他打爆 可是就是这样的身体 竟然还被说太弱了 这太让龙臣受到打击了 他现在最强 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肉身和力量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忽然间一声怒吼 在天地间回荡 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 站在大地之上 一脸不敢置信地 看住眼前的情景 他的身后 同样是一脸惊恐的阴无伤 在他们身后的大地上 出现了一个大洞 原来阴无伤见龙臣爆发 就被阴家的两位屁海镜强者 命令他去把闭关中的老祖请出来 要知道阴家老祖已经达到了屁海巅峰 前几天忽然心有所感 觉得瓶颈有些松动 才开始闭关冲击更高境界 临闭关之前 老祖吩咐 除非到了阴家生死关头 任何事情不得打搅于他 在阴家地下深处 有着一处密室 里面有法阵守护 就算是外面打得天翻地覆 里面也感应不到一丝波动 阴家的两位屁海镜强者 感觉到事情大调了 两人知道 就算击杀了龙臣 恐怕阴家祖地也要被打成废墟了 所以命阴无伤去请老祖 希望能够瞬间镇压龙臣 不然阴家真的要晚了 如果年轻一代弟子都死绝了 那么就剩下几个前别的老头子 阴家的传承算是彻底断绝了 阴无伤闯入阴家老祖闭关之地 阴家老祖当时正到了锦要关头 差点走火入魔 气得暴跳如雷 如果不是还有那么一丝理智 他当时真会一巴掌把阴无伤拍死 可是听说 阴家即将覆灭之后 阴家老祖急忙带着阴无伤冲出地面 可是出来之后 一切都结束了 看出方圆万里都被夷为了平地 阴家的基业已经被彻底损毁 最让阴家老祖新娘的是 方圆数万里 他再也感应不到阴家弟子的血脉之力 也就是说 阴家弟子全部都死光了 阴家老祖发出仰天咆哮 他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 可是自从修行以来 他已经几千年都没做过梦了 龙尘 阴无伤一眼就看到了 远处的龙尘 双目之中全是惊恐之色 龙尘已经成了他的梦魇 令他心惊歹战 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干的 如果不说实话 老夫将你抽筋剥皮 练魂点灯 阴家老祖看住龙尘 怒吼道 果然从上到下 都是垃圾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看着让人恶性 人都是我杀的 想要报仇尽管来吧 龙尘手中长刀 一指阴家老祖 浑身战意滔天 他之所以恨意不消 那是因为没有亲手杀了阴无伤 如今看到阴无伤还活着 令他一下子找到了目标 杀意如同开水一般沸腾了起来 小被找死 阴家老祖怒吼一声 一下子从原地消失了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龙尘的境前 伸手对住龙尘的喉咙抓来 嗡 龙尘早有准备 第一时间进入了最强战斗状态 召唤出了青龙附体 面对阴家老祖 龙尘无惧 一刀斩落 哼 这点 噗 阴家老祖的话 刚说一半 龙尘一刀斩在他遍布符文的手掌上 阴家老祖极为自信的手掌 竟然被一刀斩开 差点劈成两段 剧烈的疼痛 让阴家老祖一惊 急忙后退 看住血淋淋的手掌 又看看龙尘手中的长刀 一脸的惊骇与贪婪 这是宝器 你竟然有宝器 垃圾就是垃圾 看到宝贝 就生出贪念 连子孙被杀之仇都暂时忘记了 像你们这样的垃圾 也能生活在世界上 老天真是瞎了眼 龙尘冷喝一声 全力吸收这背后青龙虚影的力量 一记开天斩出 龙尘感应得到 这个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比之前的那两个屁海境强者 强大太多太多 没有半点保留 全力出击 龙尘知道 现在的力量不是他的 他只不过是暂时急用而已 不过能够借助这样的力量战斗 会让他对于力量的掌控 有着天大的好处 轰 那阴家老祖大喝一声 双手之中多了一根龙头拐杖 这拐杖极为神重 既然有人的大腿粗细 长达一丈多 与龙尘的血色长刀撞在一起 虚空发出一声轰鸣 龙尘与阴家老祖 都被对方震退了十几丈远 阴家老祖看住拐杖上的一个缺口 嘿嘿 果然是宝器 否则不会有如此威力 你的命和你的武器 都是我老夫的了 阴家老祖大吼一声 身后羽衣一阵 全身符纹弥漫 霞光万道 就像是一个光影一般冲向龙尘 轰轰轰 龙尘手中长刀 与阴家老祖的拐杖连续碰撞 虚空都要被打爆了 震得远处的阴无伤 紧紧地捂住耳朵 鲜血沿住双手 缓缓流下 之前没有防备 阴无伤竟然被震穿了耳膜 现在的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只能看到漫天的烟尘 龙尘与阴家老祖连续拼了几百招 龙尘发现这个阴家老祖太强了 他几乎把方圆万里的天地能量都急用了 龙尘一时间奈何他不得 眼见阴家老祖一拐杖砸来 龙尘手中长刀 忽然直奔阴家老祖的胸前刺去 根本不防御阴家老祖的拐杖 阴家老祖一惊 这是一招两败俱伤的招数 他当然不肯跟龙尘以命换命 急忙格挡 不好 阴家老祖竟然挡了一个空 龙尘的那一招 竟是一招虚招 心中惊骇之际 龙尘的长刀已经展开虚空的力量 直奔他的腰间斩来 哼 幼稚 阴家老祖冷笑一声 手中拐杖向前一横 这一刀的角度普普通通 根本对他不够构成任何威胁 哼 可是当龙尘的长刀 斩在阴家老祖的拐杖上时 阴家老祖的脸色变了 龙尘这一击 竟然大的出奇 震得他手臂发麻 人也倒飞出去 无伤 小心 阴家老祖忽然间脸色大变 他骇然发现 龙尘一刀将他震飞之后 竟然直奔阴无伤而去 而此时阴无伤正傻乎乎地 看住满天的烟尘 并不知道死神已经靠近 阴家老祖及时提醒 可惜阴无伤耳膜被震穿 暂时没有恢复 听不见任何声音 只能感受到虚空的波动 可是之前的激战 令空间波动剧烈 阴家老祖提醒时 所散发的波动都被掩盖了 噗 阴无伤忽然间眼前一花 紧接住心口一痛 一把血色巨刃 刺入了他的胸口 将他挑了起来 龙 龙尘 阴无伤看住龙尘 一脸的惊骇之色 这个死神又站在了他的面前 让他浑身颤抖 充满了恐惧 噗 长刀从阴无伤的体内拔出 龙尘一把抓住阴无伤的脖子 对住阴家老祖冷冷地道 过来试试看 龙尘你要是敢 阴家老祖怒到噗 长刀挥动 阴无伤的一条胳膊离体而去 混蛋 噗 阴无伤又一条胳膊离体而去 你找死 噗 阴无伤的双腿离体而去 龙尘 噗 阴无伤的身体离头而去 龙尘拎着阴无伤的头颅 淡淡地看住阴家老祖 请继续威胁 第六百零四章 试魂机 龙尘手中踢着阴无伤的人头 冷冷地看住阴家老祖 阴家老祖每威胁一次 龙尘就砍阴无伤一刀 结果阴无伤如今只剩下了一颗人头 不过阴无伤乃是天行者 即使头颅与身体分离 亦是半会儿也不会死去 龙尘 你冷静一下 有什么事情好商量阴家老祖强压下心头怒火 咬牙切齿地道 啊 阴无伤的头颅发出一声惨叫 因为龙尘一指点在阴无伤的眉心处 一道灵魂之锥 刺入了阴无伤的神魂之内 龙尘晋升到了通脉镜 灵魂之力浩瀚如海 虽然他不是专业魂修 但是与孟奇相处久了 学得了不少魂术 因为没有时间修炼 对敌方面可是有些欠缺 但是折磨人却绰绰有余 混蛋 我都已经服软了 快驻守阴家老祖大怒 他活了无尽的岁月 可是低三下四地跟人说话 这是第一次 而且还是对一个黄毛小子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龙尘根本不理会他 继续折磨着阴无伤 你服软是你服软 跟我有什么关系 龙尘冷冷地回应 灵魂之力席卷而出 啊 阴无伤的惨叫在空中激荡 此时的他 感觉有一万根钢针在灵魂之内穿梭 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可是灵魂上的痛楚 跟肉身没有一点关系 他连昏死过去都做不到 他忽然觉得 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混蛋 快住手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阴家老祖都快到了暴走的边缘 如今阴家上下 数百万人都已被斩杀 只剩下阴无伤一个毒苗了 阴家老祖实在太老了 虽然秀为真挚 辟海巅峰 可是精气已经衰败 无法生育 但是阴无伤正值少年 只要给他找几百个老婆 几千年后 阴家还会可以恢复血脉的 可以说 阴无伤是整个阴家最后的希望 所以阴家老祖恨不得将龙尘碎尸万段 但是他不得不投鼠忌器 不敢妄动 想怎么样 这应该是我问你们的吧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白痴 以为自己就是神明 可以俯师苍生 我龙尘与你们阴家无冤无仇 是你们阴家一步一步 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你现在问我想怎么样 从阴无双到寒天雨 再到阴无伤 一切都是你们阴家逼我的 先是在九龄秘境之中害我兄弟 之后在玄天别院 渔翁得利 万里追杀 青州城内害死暮雪拥兵团的兄弟 如今又劫持了我的父母和妹妹 好害死我全家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的贪婪 妄图得到我身上的秘密 现在你居然还有脸问我怎么样 那我问你 换了你是我 你想怎么样 龙尘的声音很平静 但是平静之中 隐藏着无尽的怨气 比怒吼咆哮更加吓人 阴家老祖心头一沉 龙尘的事 他也知道 但是龙尘不过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小修行者而已 并没被他放在眼中 当阴无尚表示对龙尘身上的秘密感兴趣后 阴家老祖只是微微一笑 还勉励他 要么不出手 出手就要展示出阴家的霸气 结果阴无尚的行为 给阴家招来了一尊杀神 如今阴家上下 只剩下了老祖和阴无尚了 而且看龙尘的架势 阴无尚恐怕必死无疑了 混蛋 龙尘你要是敢杀了无尚 我必然把你全家杀的鸡犬不留 阴家老祖怒吼道 啊 龙尘没有回应他 是阴无尚以凄厉的惨叫回应了他 龙尘手中多出了一团火焰 燃烧着阴无尚的头颅 那是地火 上次全力一击之后 刚刚恢复了一丝力量 这股力量刚刚好 不强不弱 不至于一下子 把阴无尚的头颅烧成灰烬 而且地火之中 蕴含着龙尘的灵魂之火 在不停地炙烤住阴无尚的灵魂 令他的痛苦达到了极致 放开无尚 阴家老祖怒吼一声 对住龙尘冲来 手中龙头拐杖 朝着龙尘狠狠扎落 龙尘也不闪避 也不抵挡 就那么举住阴无尚的人头 往前一送 扑 阴家老祖急忙收力 情急之下 灵气逆转 加上急怒攻心 竟然一口鲜血喷出 龙尘 阴家老祖怒吼震天 头发根根倒树 就像是暴怒的狮子 双目几乎要喷出火来 愤怒 呵呵 原来你们也会愤怒 你们愤怒就杀人 可是你们可曾理会过别人的愤怒 别人愤怒也要被你们杀 这就是你们这些 高高在上的远古世家 把别人的生命看成蝼蚁 一怒之下 就要让别人血流成河 嘿嘿 今天我就让你们这群白痴知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 是你们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那么就让我踢这个瞎了眼的老天 收了你们 扑 龙尘面目猙獰 怒吼一声 阴无伤的头颅瞬间爆碎 阴无伤神魂俱灭 彻底陨落 就在阴无伤陨落的一瞬间 在阴无伤的无头尸体上 升起了漫天符纹 那是天道符纹 主人死后 这些符纹要回归天地 问 龙尘一刀对住那些符纹展落 瞎了眼的东西 还想回收 再把这些符纹给别的白痴去害人吗 轰 龙尘的血色长刀上 忽然间泛起一阵奇异的波动 那天道符纹 竟然被龙尘一刀斩碎 符纹碎裂之后 宛如雪花出现在烈日之下 缓缓消失 而在龙尘的混沌空间内 无数细碎的雪花出现 缓缓融入一棵奇异的小树之内 龙尘根本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他全部星神都集中到了 阴家老祖身上 因为他发现 阴家老祖暴走了 此时的他咬牙切齿 双目尽斥 浑身颤抖 一副要癫痫并复发的模样 可是身上的气势 却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袭来 龙尘 啊 阴家老祖怒吼震天 就像是一只疯狂的魔兽 手中龙头拐杖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对住龙尘杀来 轰轰轰 龙尘举刀语之硬拼 暴响震动天穷 大地宛如潮水一般 不停地暴碎变形 天地为之轰鸣 因无伤的死 让阴家老祖彻底疯狂了 因为阴家的根彻底断绝了 虽然外界还有一些阴家之人 可是那些并非阴家嫡系 无法延续血脉之力 阴家正统已经彻底的消失了 龙尘血色长刀 化作漫天血影 与之疯狂对攻 阴家老祖爆发出了权力 身后羽翼浮动 周身浮温狂涌 立刻撼动天穷 每一击都带着催山毁跃的力量 如果是龙尘凭自己的力量 普通一击都接不下 会被立刻砸成积粉 这就是辟海精的恐怖力量 但是龙尘背后 有着青龙虚影加持 那虚影之中 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只要龙尘想要 庞扶永远都不会枯竭一般 只不过龙尘能够动用的力量 实在太小了 就像是在大海之中 用杯子去提水一般 跟青龙虚影的力量相比 龙尘能动用的力量 实在不值一提 可就是这样的力量 就让龙尘有着 力战阴家老祖而不败的力量 这让龙尘心中无比震撼 不过震撼的同时 龙尘正全力适应这股恐怖的力量 这样当力量消失之后 龙尘的肉身 也等于是经历了一次恐怖的强化 自己的力量也会有大幅度提升 给我死 阴家老祖怒吼连连 手中的龙头拐杖发光 一股恐怖的力量 崩碎了虚空 对住龙尘砸落 龙尘大惊 这一招没有任何异象 可是却给龙尘带来了致命的威胁 让他感到头皮发麻 龙尘不知道的是 进入辟海境后 修行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他们的招数 不再称呼为继 而称为法 所谓的法 是运用天地法则 附加在招数上 与之战绩 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这种战法 需要对于天地法则 有着极深的领悟才行 而且最为可怕的是 这种术法 稍微运用不慎 就会造成反噬 天地法则的反噬 会让人暴体而亡 之前与龙尘对战的两位 辟海境强者 他们就不敢使用术法攻击 因为驾驭不了 不敢冒险 可是等他们想冒险的时候 已经没机会了 龙尘的一刀 把他们给宰了 估计两人死后 会气得再死一次 英家老祖 通过本源之力 把天地法则 压入了拐杖之中 发起了惊天一击 是魂击 英家老祖一声怒吓 手中的龙头拐杖 带着漫天符文 令虚空惊起了 骇浪惊涛 狠狠杂落 龙尘心中一沉 这样的招数太可怕了 他从来没遇到过 双手紧紧握住血影 力量如同潮水一般 涌入血影 开天 轰 一声惊天巨响 天地暴碎 群星颤抖 令九天轰鸣 龙尘感觉自己 像是被天神之处 狠狠砸了一击 一口鲜血 狂喷而出 人如流星一般 砸向了地面 大地被砸出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大坑 泥土如同海浪一般 向周围狂涌而去 方圆万里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 扑 英家老祖 也是一口鲜血 狂喷而出 脸色苍白如纸 因为愤怒至极 没有控制好力量 竟然受到了严重的反噬 英家老祖 没有管自己的伤 第一时间 向下方的龙尘看去 当看清楚情形之后 不禁瞳孔一缩 第605章 碧海精灵 只见龙尘从地上爬起 头发凌乱 身上染血 极为狼狈 上半身的衣服 早就被震碎了 而现在 就连裤子 也被震成了 一条条的碎布 在风中摇曳 看起来好不潇洒 一击震碎了 我大半骨骼 好恐怖的一击 如果不是有混沌珠在 就算有青龙附体 也必死无疑 龙尘心中暗惊 同时也暗叫侥幸 多亏他有先见之明 在混沌空间内 种了无数的大树 旺盛的生命力 让他的伤 瞬间恢复 天行者的天道浮伤 已经非常变态了 但是龙尘的混沌珠 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家天道浮伤治愈之后 还需要几个呼吸的时间 去调整 而龙尘的恢复 几乎是瞬间完成 最让龙尘觉得幸福的是 除了天行者外 再严重的伤 治愈起来都是那么轻松 刚才那么恐怖的一击 也只消耗了混沌珠内 十分之一的生命之力而已 这让龙尘有了极大的底气 老东西 送你与亲人团聚吧 龙尘一声断鹤 提着血影 足下点地 人已经如同一道幻影 铺置了惊骇莫名的 阴家老祖面前 一刀斩下 扑扑扑 阴家老祖 抵挡了龙尘这一刀 结果连喷了三大口鲜血 他因为之前受到了天道反噬 但是龙尘却站立如初 两者间的差距 一下子变得极为巨大 阴家老祖不禁狂吼 这怎么可能 他要疯了 龙尘不过是一个黄毛小子 年龄不足他临头的临头的临头 可是不光接下了他冒着反噬危险 施展的权力一击 而且居然毫发无伤 这让他如同见了鬼一般 老鬼 走你 龙尘一刀将阴家老祖震飞 左手一抬 一道雷霆之箭矢 直奔阴家老祖急射而去 噗 阴家老祖 没想到龙尘竟然会远程攻击 而且龙尘的攻击太快了 刚出手就到了他的身前 急忙向旁一闪 咔嚓 骨头断裂的声音传来 只见雷霆穿过了阴家老祖的肩膀 硬将他左边的一条胳膊给卸了下来 不过他的头颅保住了 阴家老祖一声惨叫 他已经无数年 没有体会断肢的伤痛了 不经心中又惊又怒 四 龙尘发出雷霆之箭时 就没指望一击杀了他 就在发雷霆之箭时 龙尘人早已经动了 犹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阴家老祖的右侧 一刀斩落 时间角度都拿捏得妙道豪颠 前后配合的天衣无缝 根本没有给阴家老祖任何反击的机会 眼见就可以一刀将阴家老祖斩杀 忽然间龙尘感到心中一阵悸动 头皮一下子炸开 强烈的死亡气息 弥漫心头 龙尘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还是第一时间放弃了进攻 全身气息爆发 长刀泛起漫天血影 重重叠叠挡在身前 嗡 陡然间虚空俱阵 一支巨大的铃铛 出现在虚空之上 龙尘被那忽然出现的铃铛撞飞 轰 龙尘如同一道流星倒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面之上 身形不止 把地面离出了一条长达百里的深沟 哇 龙尘一大口鲜血喷出 里面夹杂住无数的内脏碎块 龙尘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 甚至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都被震扁了 一面催动混沌珠疗伤 一面向前方看去 只见百里之外 一支千丈多高的巨大金色铃铛 出现在虚空之中 如此一个庞然大物 周身符纹密布 金光万道 气势雄魂 他的出现令虚空轰鸣作响 杀一个小小的通脉镜小子 居然要动用祖七碧海精灵 真是讽刺啊 阴家老祖 站在巨大的铃铛之上 一脸的自嘲之色 碧海精灵 乃是我阴家祖先留下来的宝物 只不过因为受过损伤 一直在休养气魂 如今刚好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而你的出现 让我不得不召唤他出来 我们鹰家数万年的努力 等于白费了 龙尘 你说我该怎么对你好 鹰家老祖站在碧海精灵之上 俯视着龙尘 双目之中全是血丝 就像是魔兽的眼睛一般 让人心寒 怎么对我好 如果你真想对我好 就一头撞死在铃铛上 然后把那个铃铛送给我 龙尘缓缓站起 换了一身衣服 淡淡的道 因为经过这次一击 龙尘全身上下 只欲吓一条内裤了 不得不再找了一件衣服穿上 光住身子战斗 虽然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但是龙尘有些不习惯 送给你 哈哈 这就送你 鹰家老祖怒急而笑 不知道使用了什么秘法 被龙尘缉断的手臂 已经重新掌握出来 双手结印 陡然间他身下的碧海精灵 发出一声轰鸣 如红中大铝 令天地轰鸣 那碧海精灵上 原本刻画的符纹 陡然间亮起 犹如百川会海一般 化作一道金光 直奔龙尘击射而来 那道光芒太赤烈了 犹如烈日骄阳 直径百丈 带着无尽的毁灭气息 对驻龙尘冲来 速度太快 而且覆盖范围太大 根本没给龙尘 任何躲避的机会 就冲到了龙尘的身前 轰 龙尘全力抵挡 依旧被恐怖地 威压震飞 不过龙尘没傻到 去跟那碧海精灵硬拼 他用了巧劲 尽全力把力量引偏 结果依旧被震得鲜血狂喷 身体差点被震碎 人被震飞一旁 而那道金光 穿过了大地 崩碎了群山 在大地上离出了一条 望不到尽头的来骨 太变态了 根本打不过 龙尘倒吸了一口冷气 多亏刚才没傻乎乎地硬听 光边缘的力量 就将他震成重伤 如果正面击中 必死无疑 那碧海精灵的力量 简直毁天灭地 龙尘从未见到过 这么恐怖的武器 可以说刚才是 捡回了一条命 开溜 龙尘做了非常明智的选择 这样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龙尘 能够理解的范畴 再打下去就成傻子了 龙尘足下一动 展开幽冥鬼影部 如同一道幻影 急速狂奔 这根本没法打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龙尘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今天一战也算是够本了 就算干不掉这个阴家老祖 也没什么遗憾的 等以后修行有成 再来收拾他 想逃 做梦去吧 阴家老祖冷喝一声 双手结印 碧海精灵一阵 在虚空之中飘向龙尘 速度之快 瞬间就追上了龙尘 嗡 碧海精灵在阴家老祖的催动下 又是一道金色光芒 对驻龙尘冲来 这次龙尘学聪明了 就在金光凝聚的时候 他就开始蓄力 当那金光爆发的瞬间 一道契机将它锁定的时候 他就一刀斩向虚空 同时身躯向侧移动 轰 那道金色光芒 从龙尘身边飞过 竟然被龙尘避开了 气得阴家老祖暴跳如雷 他不知道 龙尘为什么会摆脱 碧海精灵的锁定 那是超乎常理的 别说是龙尘一个小小的通脉镜 就算是辟海镜强者 也休想摆脱 最让他暴跳如雷的是 鹰家的碧海精灵 当初经过一场金石大战 气灵受损 能够发出的攻击并不多 最多还能再发十次八次 气灵就会耗尽能量 而陷入沉睡 本来气灵经过鹰家数万年的努力 耗了无数资源 只需要一点点的力量 就可以让气灵恢复自愈之力 那样气灵就可以自己吸纳天地灵气 开始修补自身了 只是在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动用碧海精灵 这也是为什么 鹰家老祖在鹰无伤还活着的时候 一直不肯动用碧海精灵 而鹰无伤被斩杀 鹰家的根等于是被龙尘彻底斩断 鹰家老祖陷入了疯狂 再也不管任何后果 直接催动了碧海精灵 可是连续三次攻击 都没能将龙尘灭杀 明明前两次都快把龙尘给砸死了 可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龙尘又变得活蹦乱跳 鹰家老祖肺都要气炸了 鹰家老祖不知道 龙尘也在叫苦不已 他的混沌空间内 一半的巨数已经耗尽了生命力 最多还可以给他恢复五次重伤 就再也没有生命力给他恢复了 轰 虽然避开的正面攻击 还是被鱼波震飞 最阴险的是 鹰家老祖也学聪明了 一击过后直接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轰 龙尘身在半空 使劲浑身解数 也只勉强避开了大半的力量 终究被被震得鲜血狂喷 这次伤势更加严重 身体都裂开了 龙尘急忙催动混沌空间疗伤 急速奔逃 一座巨大的黑色城池 飞到了鹰家祖地所在的地方 当看到那个巨大的盆地时 墨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爷爷 您确定鹰家祖地 就在这里 默念看住大坑 充满了质疑 泥土是新的 战斗气息还没散去 咦 那边有波动 我们赶快过去 墨逸忽然向远处望去 急忙催动墨山印飞去 飞出数万里之后 他们就看到了一个 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情景 龙尘顶住神环 狼狈飞奔 后面鹰家老祖 站在碧海精灵上 疯狂地轰击 龙尘 还活着 这小子命真大 默念不经大喜 大声吼道 龙尘 别怕 哥们来救你了 十年江湖斜攻行 剑芒岁月天地青 九天十地前昆栋 唯我默念扬威 哎呀 默念迎唱到一半 就被墨逸一脚踢到了一边去 墨逸浑身气势爆发 双手结印 须发飞舞 宛若战神 墨山崩天剑 墨山印上无数符纹流转 陡然一阵 一道巨大的黑色剑矢 如天神之剑 直奔碧海精灵射去 第606章斩杀阴家老祖 阴家老祖正追杀着龙尘 心中无比焦急 连续几次攻击 都没能击杀龙尘 他还有两次机会 如果再不能击杀龙尘 不光气灵会陷入沉睡 他都有可能要被龙尘给宰了 因为刚才一击之后 龙尘身体都出现了军裂 可是瞬间又神奇地愈合了 这让他生出了恐惧 所以最后两次攻击 他需要抓到一个 一击必杀的机会 否则死的就是他了 鹰家老祖不知道的是 龙尘已经到了 游镜灯窟的地步了 混沌空间内 所有巨树已经全部枯死 如果再被一击击中 他就要完蛋了 最让龙尘感到窝囊的是 神怀内的青龙图案之内 有着无穷的力量 可是他无法抽取 好像一个乞丐守着一座宝山 却活活饿死一般 因为鹰家老祖的犹豫 结果成全了龙尘 否则他再发遗击 龙尘立刻就暴露了 就在龙尘以为要完蛋的时候 听到了默念那装逼的吟唱 顿时心中大喜 鹰家老祖和龙尘一追一逃 两个人都在拼命算计 浑然不知道后面一个庞然大物 追了上来 当鹰家老祖看到墨山印的时候 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双目之中全是恐惧之色 尤其当看到墨翼 结印催动墨山印发动攻击的一刹那 不经魂飞魄散 可是墨黑色的巨大箭矢 长达千丈 如巨神之矢 根本必无可避 鹰家老祖一咬牙 双手一拍碧海精灵 瞬间激活了碧海精灵的所有力量 在周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 轰 一声暴响 碧海精灵竟然被一箭崩碎 鹰家老祖立刻鲜血狂喷而出 人向地面上跌落 噗 一把血色长刀 早就在大地上等住他了 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 龙尘手握长刀 双目冷冷地盯着鹰家老祖 此时的鹰家老祖 浑身好像失去了骨头 烂软如泥 墨山印的一击 不光崩碎了碧海精灵 更把鹰家老祖的半条命给震没了 骨骼成粉 经脉尽碎 已经成了废人 龙尘 你等着 老夫就算变 成厉鬼 也不会放过 你 鹰家老祖被龙尘长刀挑上半空 双目死死地盯住龙尘 一脸的怨毒之色 行 我等住你 噗 血色长刀之上 排山倒海的力量爆发 鹰家老祖瞬间被炸成了血雾 尸骨无存 看住鹰家老祖被杀 莫门强者无不心中有些发寒 这个龙尘到底是什么妖孽啊 哈哈 龙尘 你能活住真是太好了 多亏哥们来得及时 营救你与水火治 喂喂 你怎么了 莫念奔到龙尘身边 正得意洋洋之际 龙尘却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如指 这是脱离了 肉身的负荷超出了身体的极限 没什么大碍 而且是好事 等恢复了以后 力量会更上一层楼 墨翼也过来了 看住龙尘 心中也是充满了震撼 虽然现在龙尘收起了神环 但是之前龙尘神环之中的 那个巨龙虚影 令他都感觉战力 那是法子灵魂深处的敬畏 同时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去殷家后 会看到那个恐怖的盆地了 这都是龙尘干的 殷家老祖亲自出手 都无法降服龙尘 还需要召唤出碧海精灵辅助 一路追杀 龙尘依旧坚持了数万里 可见龙尘当时爆发的力量 得多么恐怖了 这个龙尘根本不是人啊 简直是妖孽 一人之力 覆灭了一个远古世家 这是何等的逆天 门主 这是阴家老祖的空间戒指 还有碧海精灵的碎片 一位末门强者 将两个戒指交给了墨尘 本来碧海精灵 是无法装入空间戒指的 所谓的气不能容气 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碧海精灵已经崩碎了 全部都是碎片 就可以装入空间戒指 龙尘这是你的战利品 墨尘笑着将两枚戒指 递给了龙尘 龙尘在默念的搀扶下 站了起来 现在的他感觉身体都要散架了 浑身酸疼 摇摇头道 这是老爷子您的功劳 否则小子早就挂了 哪敢要什么战利品啊 要不 您把那个碧海精灵的碎片给我吧 或许我能派上用场 墨尹准备将两枚戒指 都给龙尘 但是龙尘坚持不要 只拿了那枚装了碎片的空间戒指 碧海精灵是宝器 不过随着本体崩碎 气灵也消失了 成了一堆废铁 不过倒是可以回炉提炼出一些宝贵材料 你要这东西 好像没什么用处吧 现在你可没能力提炼这么高级的材料 墨一咒没到 想要跟龙尘换 要知道 阴家老祖 可是阴家掌舵人 空间戒指里的财富 恐怕占据了阴家的小半财产 这样龙尘太吃亏了 老爷子 您就别跟小子矫情了 这样让来让去 显得生分了龙尘苦笑道 好吧 被一个小子说矫情 我墨一还是第一次 要是墨念这小子 敢这么说 老子一巴掌把他拍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墨一无语道 草 你们说话 这我干嘛 墨念不经大怒 墨云山等人不经哈哈大笑 墨家人的性格就是如此 辈分之分并不看重 这祖孙二人 大家早就习惯了 走 我们去阴家祖地 看看能不能挖到什么东西 墨一道 这个 不用了吧 人都杀了 仇也算报了 就不用挖坟了吧 龙尘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感情墨一老爷子比他还狠 挖什么坟啊 阴家肯定有地下宝库 应该不会损毁的 我们去挖宝 如果不是看龙尘身体虚弱 墨云肯定会给龙尘一个暴利子 自己堂堂一门之主 会干那种抛坟掘墨的缺德事吗 一个时辰后 在阴家祖地下方 果然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宝库 上面覆盖了重重静置 却都被破解了 哈哈 不错 这次驱动墨山印的消耗 可以全部都补回来了 应该还有不少转头 墨一看到宝库 不禁哈哈大笑 把搬家的事情交给了墨云山处理 却把龙尘单独叫到了一边 并吩咐墨门之人不得靠近 龙尘不知道 一项大大龙烈烈的墨云老爷子 忽然什么事变得如此严肃 只得老老实实地跟住 墨云和龙尘 进入墨城之中 墨云找了一件近视 对龙尘道 这次墨门要整体迁移了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 龙尘不惊大吃一惊 为什么 因为这次大战 我们暴露了墨山印的存在 其实我们墨门同样是远古世家 不过遭到了远古世家联盟 内部几大巨头的排挤和陷害 我们退出了远古世家联盟 可是依旧有人 基于我们墨家的祖妻墨山印 派了龙家的小鬼 来试探我们墨一道 听到这里龙尘不禁心声歉意 之前墨一口墨横飞蒋素 在焦土林前墨山印大发神威 覆灭强敌的情景 龙尘知道墨家是为了他 才暴露了墨山印 孩子 你不要想太多 这次你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 墨山印迟早要暴露的 说到感谢 应该是我墨家感谢你才对 墨念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强者之路 这才是墨家最大的财富 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 墨念现在是我墨家崛起的唯一希望 这次我要带墨念返回墨祖祖地 看看墨念能否得到先祖传承 如果能够成功 不出三年 我们墨家将会跟当初排挤我们的那群龟孙子 好好算一笔账 我们立刻就要离开青州了 所以我要知道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离开 现在的你 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 这样对你修行很不利 跟我们一起 应该是你最明智的选择墨翼十分严肃的道 如今龙城风头太盛了 可以说举世瞩目 这让无数人会想到 龙城在九龄秘境之中 一定得到了什么逆天机缘 墨家就是一个例子 无所不用其极地针对龙城 这次龙城被墨门救了 可是下一次有谁来救他 隐居 龙城不禁苦笑 他也知道 这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可是他的直觉告诉他 他做不到 太隐居了 别人怎么办 他不是一个人 他还有那么多兄弟 那么多红颜知己 还有父母妹妹 他做不到 抱歉 老爷子 我不能离开龙城 有些歉意的道 墨一叹了口气 好像早就知道 龙城会这样答复一般 知道他无法舍弃身边的人 而墨一又不能等龙城 集结这些人 因为墨山印已经暴露了 当初墨族被逼离开远古世家 分裂成了几十个分支 敌人并不确定墨山印 在哪一个分支手中 如今墨山印暴露了 敌人得到消息 立刻会全力赶来 他们必须马上离开 墨家的敌人 强大到超乎想象 所以墨家一直隐忍到了今天 如今墨念已经开始崛起 墨家也不准备继续隐忍下去了 直接启动了墨山印 来搭救龙城 既然你不肯跟我们一起离开 那么我还几件事 要交代你一下 你要记住了 一会儿我会驱动墨山印 把阴家祖地重新轰一遍 留下墨山印的气息 而你 从来没到过阴家祖地 那个传送符太过古老 出了问题 传送到了一半 就把你抛出了传送通道 明白吗 墨翼老爷子严肃地道 龙城点点头 墨翼老爷子这是要把负面 阴家的黑锅 围在自己身上 龙城心中充满了感激 好 这件事说完 我再说说你手中的这把刀吧 你知道吗 你手中的血色长刀 同样是一件宝器 而且是一件非常恐怖的宝器 墨翼的话 让龙城心头一跳 第607章龙血断体术 把你的长刀 给我看一下墨翼岛 龙城赶忙把血影递给墨翼 墨翼眼神深处 浮现一抹温暖 这是一种绝对的信任 墨翼的手轻轻拂过长刀 长刀烟红如血 彭扶是用鲜血淬炼而成 充满了血腥与杀戮的气息 四 墨翼忽然手一抖 轻抚刀锋的手 竟然被割开了一道口子 鲜血缓缓一出 嘿嘿 真是绝世神兵 竟然不许别人触碰 墨翼不经苦笑 把血影还给了龙城 龙城 你这把长刀的气灵还在沉睡 他现在给你的一切 感觉都是他最本能的东西 他现在还无法跟你沟通 你要想办法去滋养他 一旦有一天 他的气灵觉醒 才能展现出他该有的实力 绽放出属于他的光芒 龙城看住手中的血影 不禁心头狂跳 这把来自满族强者的馈赠 同样也是一种托付 想不到竟然如此恐怖 目前血影给龙城表达的情绪 就是杀戮 好像他可以吸收 强者的精血之力来滋养自己 龙城明明记得 之前 血影还跟他有着一丝心灵上的联系 可是现在竟然消失了 难道是连续击杀了屁海强者后 血影出现了饱和 需要休息一下吗 龙城 以后这把长刀的力量 你尽量演示一下 平时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一旦跟宝七对决 就会彻底暴露他 所以你要小心 能不战 尽量不战 这样的宝贝 会惹无数人眼红 所谓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能避免尽量避免 木秀淤灵 封闭催之 慎之 慎之墨一道 锦尊爷爷教会 龙城赶忙道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跟墨面告个别吧 恐怕这一去 未来几年都看不到了 看住巨大的墨门城池 消失在虚空之上 龙城心中有些失落 同时也感到有些无奈 这就是修行 这就是江湖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墨家如此强大 有墨山印着的大杀器 依旧要狼狈逃走 让人感慨 当初在奉明帝国的时候 成为一名修行者 龙城就感觉非常满足了 当成为一名凝血强者时 龙城横扫奉明帝国 是何等威风 可是现在呢 已经进入了通脉境 修为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敌人却也越来越强了 依旧感到命运无法主宰 反而更加的没有安全感 变强 必须得变得更强 前辈 您还在吗 龙城离开了阴家祖地 奔行了一个多时辰 觉得足够安全了 才略微放慢了脚步 在灵魂之中喊道 在那个声音回应道 这次全亏前辈帮忙 救了我父母亲人 更胜救我之命 前辈有什么吩咐 万死不辞 龙城沉声道 如果我让你 覆灭天地 与诸神为敌 你也愿意 那个声音回应道 那是一种灵魂波动 不带任何的情绪 我愿意龙城道 那个声音沉寂了一会道 我观察了你很久 原本你的死活与我无关 可是今天 你让我生出一丝感动 你是一个白痴 龙城 那个声音继续道 像你这样的白痴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白痴 所以我出手帮了你 不过我出手是需要有回报的龙城道 只要我龙城能做到 绝对不皱扮下眉头 现在的你 还差得远了 差得太远了 你闭上眼睛 那个声音道 闭上眼睛 我会撞束的龙城有些犹豫道 你不会停一下脚步吗 用不了你多少时间 那个声音道 龙城闻言 停下脚步 闭上了眼睛 好了 睁开你的眼睛吧 龙城睁开眼睛 忽然间发现 自己竟然出现在了浩瀚的宇宙之中 逐天星辰在闪烁 不经惊骇莫名 这是我的视角 我跟你共享了 你看到前方的一片心域了吗 那个声音道 那片由无数芝麻组成的江湖团 龙城有些疑惑的道 那些是你所在的位置 就在那江湖团之中的一粒芝麻内 那个声音回应道 这 龙城心头狂跳 自己所在的世界 竟然如此渺小 这个声音的主人 到底是什么人物 我让你看这些 是要告诉你 你和我之间的差距 你现在的力量 还帮不到我 你需要快点变强 打破天地囚龙 那个时候的你 或许有资格帮到我 那个声音道 这 恐怕要很久的时间了吧 龙城不禁吞了一下口水道 很久是多久 应该可能需要几十年 或者一两百年吧 龙城有些不确定的道 开什么玩笑 这个漫无边际的世界 在虚空之中 只不过是一粒芝麻 这个声音的主人 得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想要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这样的一个存在 龙城就感到一阵心虚 他甚至想说一两千年 但是他开不了口 感觉很没出息 那是你们这个世界的单位 我这里的时间 被称为星际 就是一颗星辰 从诞生到毁灭的机缘 我在这里 看到这群星辰负面再生 然后再负面 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你所说的单位 在我来讲 什么都不是 而且我帮你是随手之举 也没抱什么太大希望 就当是无聊吧 毕竟你我有缘 否则我的逆灵 也不会落在你的手中 什么 我手中的灵片 竟然是您的 龙城大惊 没错 那是我出生时 第一次的一退 否则我也不会感应到你了 那声音的 出生时 的一退 您是真龙 龙城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这个世界还真有龙的存在 我出生之时 浑身灵片为青色 外界称我们为青龙 青龙是我们幼年时期的称号 所以你能够动用的 只有我幼年时期的力量 但是你的功法很奇怪 固定住了我的青龙之力 只允许你动用一部分 应该是一种自我保护 这样你就不能动用更大的青龙之力 否则你刚才足以秒杀对方 不过你的身体 也会因为承受不住那么强大的力量 而爆碎那个声音 缓缓的 龙城听得心头狂跳 幼年时期的青龙 跟人类刚刚出生的婴儿一般 竟然有这么狂暴的力量 这龙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龙城自负肉身无双 可是跟龙族相比 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力量 都能把他撑爆 这让他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你这么说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废物 龙城叹了口气道 你的身体 确实是一个废物 但是你的功法很特殊 竟然可以抑制我的青龙之力 或许这是你逆天改命的机缘 时间不多了 这次我降下的力量 就要消失了 我传你一段我龙族的修行法门 如果你真的足够逆天 或许可以修行 但是如果无法修行 就到我这次什么都没做 因为那样的你 根本帮不了我 那个声音说完 忽然一大段信息 涌入了龙城的脑海之中 扑通 龙城的头颅 如同裂开了一般的痛 整个人抱着脑袋 在地上直打滚 疼痛持续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剧痛才缓缓消失 龙城脸色惨白如指 浑身被汗水打湿 人几乎虚脱 灵魂之痛 果然无法形容 强过肉身万倍 龙城深吸了一口气 他终于体会到了灵魂之痛的恐怖 实在太疼的痛了 略微休息了一下 龙城才翻看自己的灵魂记忆 发现里面多了一大段信息 那是一种修行法门 龙血断体术 龙城心头狂跳 仔细研读了一下修行法门 这是一种专门断体的术法 以龙血之力 洗涤全身 龙力惊天 傲视无双 修行龙血断体术 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需要龙之精血 另外一个是达到千军之力 那龙族强者 留给龙城的信息之中 交代了龙城 在他的逆龄之中 有着一滴精血 龙城可以使用 而且他在精血之中 留下了神魂印记 龙城炼化 不会遭到攻击 另外一个千军之力 就是要身负千军之力 这一点龙城早就达到了 一军不过三十斤 千军也才三万斤而已 对龙城来说太轻松了 不过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既然自己可以如此轻易 炼化青龙精血 那么他怎么连青龙之力的万分之一 都动用不了 卧槽 差点被害死了 龙城忽然一拍大腿 那龙族强者传给龙城的功法 是以仙古文字传给他的 不过怕龙城不懂 加入了许多注解 那么龙族强者所说的军 就不是现在的军 而是仙古时代的军 仙古时代一军等于 三十万斤 想到这里 龙城的汉就下来了 三十万斤 那千军就是三亿斤的力量 龙城如今的力量 虽然没有测量过 但是估计也就在两千万斤左右 两千万和三亿 这相差也太大了 如果龙城傻乎乎地吞下青龙精血 不暴体而亡 那就怪了 想到这里 龙城不禁一头冷汗 差点自己把自己给玩死 这样死的话 那实在是太冤枉了 不过龙城今天看到了 更加广阔的天空 心中豁然开朗了起来 这件事 只能先放一放了 想要炼化青龙精血 不踏入先天 想都不用想了 先去跟父母会合 龙城辨别了一下方向 按照龙族强者给的方位奔去 那里就是小雪传送出去的落脚点